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珠仔 鏡頭前面有今天第四個推介 今天比較忙 晚上也有好幾個熟一點的 可以叫Friend Best Friend 不可以只是說是錶迷 上來聊聊天 順便拿錶 所以到現在九點多 才有時間介紹第四條影片 這隻很帥 我記得我介紹過第二隻顏色的 母市的學營 但這隻好像未介紹過 這隻灰藍色 很久都未介紹過 或是未介紹過就不記得了 很久很久很久了 最近翻了課 價錢很划算 這個母市的學營 就是一個 它自家的學營 甚至是 可以是精工的標誌性學營 精工其實也有好幾個 標誌性學營 第一就是鮑魚 或者Turtle 直穿鮑也是Turtle的系列 第二就是Tunner Tunner的學營 一個罐頭的學營 第三就是這個 母市學營 這個母市學營 很帥 硬線條的標誌 你看到它比較強悍 一些的感覺 前幾天我都介紹過一隻 summerize的學營 不受降大 但這次我介紹的 是一隻special edition special edition 就是Save the Ocean的系列 Save the Ocean系列 是一個保育海洋 為主題的系列 所以它那個標盤的設計 都是圍繞著海洋 我們看看那個標盤 其實那個標盤 就是做了一個 壓紋的海浪花紋 看到那個標盤很有質感 標誌的部分 就好像一些海浪花紋 那個顏色就是灰藍色的 深海的顏色 這個灰藍色的深海顏色 上面就有幾條這個魔鬼魚 我一齊來數一下有多少條 漸變顏色的標盤 我拿開一點那個 時分針 大家數不數到 對了 一條兩條三條的魔鬼魚 在那個海洋那裡游泳 其實就好像一個 我們在水底深海的位置 反望上去這個魔鬼魚在那裡游泳 反望上這個水的倒影 所以這個標盤很有思義 也很有意義 近年當然有很有爭議性的 就是我們排污去這個 排污去這個海洋那裡 其實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反思 就是我們其實要珍惜我們的天然之緣 是不是 要不然下一代就享受不到這麼漂亮的環境 好了 這個就是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再加了放大鏡 再加了一個特別的Dial 還有一個陶瓷的Bassel 我自己覺得這個Summarize King of Summarize 可以叫做 為什麼呢 有陶瓷圈 再加了藍寶 再加了放大鏡 其實很少有幾樣東西組合在一起 還有一個特別的海浪魔鬼魚的標盤 是的 好了 武士學營 你看到它有一個單向式的 逆時針方向的潛水標圈 而這個潛水標圈 就是這個面子中了一個陶瓷的物料 這個陶瓷物料的潛水標圈 亦都是你看它的做法 Summarize 武士學營 就不是拿到盡的 它留了一條不受降光的邊線 突顯了一個層次感 旁邊就做了九瓦坑的打磨 你看到它做了九瓦坑的打磨 這個位置做了九瓦坑的打磨 單向式的逆時針方向的潛水標圈 轉上去的手感很好 還有夾夾聲 夾夾夾夾聲 非常好的手感 120K 就是120格的 轉動的時候手感很好 旁邊的九瓦坑的打磨很順滑 完全不佳手 標關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標關 亦都是小護橋的位置 標腳位置就是一個武士鎖型的特色 你看到它做了硬線條拉絲不受降 現身旁邊的部分都做了拉絲花紋 打直的拉絲花紋 這個標腳位置 預留了一個標孔 方便你只可以跟滿標帶 每邊都有兩個標孔 四個標孔一個 這邊就是拉絲不受降 中間間隔了一行光身 然後拉絲不受降 標腳位置為何特別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看那個視角 上面會令到錯角 沒有那麼大隻 就是這四隻角 我一手指甲指著這四隻角 你會覺得好像掉頭去掉 其實掉頭去掉 應該說這四隻角 下面這四隻 下面這兩隻角 上面這兩隻角 但是因為大家 我們的視角錯覺 會看到這四隻角 所以比較小了 標盤會覺得 其實這個就是精工的精心設計師 設計過一個武士學型 斜割了下來的 這裡 挺有型的 還有一個硬線條 好像武士的刀鋒一樣 硬線條的線條 標殼 標帶方面也用了配合 灰藍色的橡膠邊帶 標帶做了一個 海浪花紋 標帶也挺漂亮的 摸下去也很順滑 但是有些意見給精工 就是如果這裡 改回它 不用這個不售鋼扣就好了 雖然看上去就好像高級一點 但是用下去 不售鋼扣 一來它花了 沒有那麼好看 花了之後沒有那麼好看 二來就是 它真的會 一套出來一跌 如果用膠的油環 就會好一點 也是用了這個 不售鋼的針扣 上面也是雙標籤 油環還有一針扣 也是FECO的標籤 摸下去就有少許 Care看了標底 標底做了一個 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上面寫著 特色版 特別版 然後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Stainless Steel 不鏽鋼 200米的防水和4R35的機芯 4R35機芯就是21,600的鎮頻 41小時的動力儲能 23石 中間有一個Postback的海浪Logo 摸下去摸下去的 螺旋色陷入的底蓋 灰藍色的錶盤很有型 整隻錶的質感很強 我們先看看夜光 叫得上潛水錶的夜光也很強 看看夜光有多厲害 因為沒有時刻印 很光很光很光 非常光 看看藍寶石的硬度 不如我準備一支藍寶石筆 看看藍寶石筆的硬度有多少 11度 十度幾十一度 非常之厲害 武士這個學形特別厲害 9度10度 6點位置 9度 這個9點位置都是9度 日曆附近的位置 你們先看看 日曆附近的位置都是9度 正中間是很硬 正中間是9度 也是9度 12點位置呢 9度10度 最硬是12點位置 對 最硬是12點位置 其實一般都9度 這個武士學形 果然是強悍一點 因為很多時候 精工的藍寶石 未必去到9度10度 這個居然有9度10度 好了 看看總重量 整隻錶的重量 它的規格是127克 一起看看有沒有127克 然後再看看機心 看看它多少克 126.3克 126.3克 好 看看機心的操作 我們嘗試向下轉動 放開座表觀 接著 剔起之後 有停秒功能 我們嘗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安全區 6點多 附近這些位置 都很好受感 要用力的 挺緊緻的 向下轉動 一架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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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完之後 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上標關 大概三圈多一點 才鎖上標關 這個牙刀比較深的 比較正 我自己覺得 好 標勁了 想和大家說一下 寬量是127克 寬量多大呢 先拿一架尺 先拿一架 先和標米 量多大 不知道把尺在哪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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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44.8 我量度是44.8 我量度是44.8 厚度是12.8 12.9 而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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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加上門 尺寸 Reno 尺寸 現在尺寸 尺寸 甚至是有差 ias 尺寸 尺寸 籃 movies 少少 喜欢这个标的标迷 听清楚£ Chouch推介多少钱呢? 这 建议零售价4780元 外面卖389元到423元不等 豬仔推介 武士 summarize 3098元 3098元 非常超值的價錢 日本4R35的機芯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豬仔有兩隻現貨 如果多過兩個錶迷 我應該可以訂到的大概10天 就應該有多三隻左右 總共五隻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就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打給豬仔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Special Edition 的武士 魔鬼魚 好嗎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like 豬仔 豬仔每天都很努力的 介紹不同類型的信錶給你們 如果未訂有頻道的話 不要錯過豬仔的信錶推介 記得按下鐘仔訂閱 因為你們的支持才是豬仔最大的動力 介紹更多好片給大家 如果你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鐘仔訂閱 好嗎 希望你喜歡這隻 沒有事的推介 今天第四條影片 豬仔要繼續努力 還未能收工 未達到我的指標 希望你喜歡 心動的你 盡快找我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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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